嘿大家好我是上帝 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目前已经推出了四个视频 感谢虎不APP的官方推荐 让更多的写友们看到这个测评 非常感谢 感谢一直关注我的那些粉丝们 谢谢你们 开没开我 开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金属测评 千万不要忘记 你需要订阅它 今天测评主题就不用多说了 戴了忽然的帽子 Kobe的球衣 那就是Kobe退役之前最后一代前行鞋 Nike Kobe 11 还是跟以往一样 首先看鞋面 鞋面有如Nike所说 革新后的FlyNet FlyNet 2.0 好吧就当它是FlyNet 2.0吧 全新的FlyNet混合了TPU线 就是穿上中的余线 与普通的纺织线 真心混合天之 从而得出了这样的一个鞋面 作用 大家肯定都知道 鞋的韧性很强 所以为了使FlyNet球鞋 能够更好适应篮球场 这种险恶的环境 所以加入了韧性更高 更好的TPU线 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性 也能使鞋面寿命更长 再顺便增强支撑性 毕竟这样子的FlyNet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支撑性 但是至于舒适度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再讲 十分的轻 肯定要轻啊 再不轻一点的话 那还用FlyNet干嘛 下面来看舒适度与保护性 鞋面刚刚说了 说的是FlyNet 而且是更新之后的FlyNet 既然是FlyNet 那穿起来应该会很舒服 但为什么上脚之后脚感还是很硬呢 丝毫没有FlyNet的感觉呢 这种价位的鞋子上脚脚感跟这个的鞋面上脚感居然会有点相似 比较失望 我们都知道Nike之所以要更新 要把整个的编织方式换回传统编制 而不是在FlyNet上面加脚水影响它的脚感 这个改变是很好的 但是 Sorry 还差那么一点 保护性我就不说了 拥有后跟的TPU 还有一个侧面的一个防侧翻系统 别盯着我 别盯着 别盯着我看 没了 保护性就真的只有这些可以讲了 你要说这鞋子的抗扭转性 有很多测评都说 哎呀 这双鞋子吗 苦比的啦 没有问题的啦 呵呵 那让我来跟你秀一秀这双鞋子出色的抗扭转性 左扭 右 上 下 都能完美的体现出这双鞋子的柔韧性 杠杠的 别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柔令鞋子 你在打球的时候柔令的肯定会比这个还要狠 实在是失望啊 反正在我眼里 主要鞋子的抗扭转性为零 虽然在测评的过程中 我很有幸的没有挨脚 没有发生任何不幸 但是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之前虎部上面有 有人发过一个帖 来分析D&G Lowe Russell 不然心秀 拉塞尔 中度脚缓扭伤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他的帖子里面也看到了那个图 鞋子变形到底是有多厉害 也让大家应该有一个意识 就是到底鞋子的抗扭转性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鞋子的抗扭转性真的非常非常低的话 那么你的脚踝可能小命难保啊 反正应该先讲鞋面的支撑性的把顺序弄毁了 支撑性由于Nike更新了他的finite 鞋面的支撑性本来应该是大大增强的 但是我在实战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发现没有无中生有 那就是在变相过程中 和一次快速的沿着三分线接球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感觉每一脚都有可能 不小心我就把这鞋踏穿了 脚尖有点感觉像要从侧秒出来一样 这个到底有多痛苦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也就知道这张鞋子的包裹性怎么样了 虽然说更新的鞋面支撑性很低 然后里面也有内靴包裹性应该也很低 但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鞋子上面的动态飞线被缝在这个finite里面了 岂不掉它应该有的作用 为什么它岂不掉它应该有的作用 我等一下再讲 但是这样一双鞋子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 看起来如此之高的配置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的问题 我其实挺懵逼的 这双鞋子我唯一满意的一部分 那就是缓震 缓震嘛 毕竟这双鞋子没有中底 全是靠着一层鞋垫来支撑的 一个全掌的勒扇浪泡棉 将后掌一个内置的这种起点 全掌的泡棉还是使用了free的理念 但是我个人吐槽一句 在这鞋垫里面free真的有用吗 鞋底也不会跟着这个free去律动 你里面再怎么free 外面它也只能这样 也不能free啊 我对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一些质疑的 你要是像跑鞋 这个free 从这个角度都会看得出来 的确挺free的 但是这个free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但是后掌这个zoom 踩下去第一脚 卧槽 近年来 看过的最后的一块 耐克篮球系列马蹄气垫的 简直厚到炸 鞋垫这么高 脚踩到这里 气垫最起码就在这里 就是整个气垫非常饱满 非常厚 那脚感真的是爽得一逼 虽然说我觉得前面free没什么用 但是前掌的脚感 软硬式中 前掌应该有的脚感 不是很软 方便突破 不是很硬 不用解释了 这些要是再板砖 还有人买吗 好大买的还是情怀 最后再来看看鞋底 鞋底的纹路 我讲不太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纹路 但是简单来讲 这个纹路抓力性的确很强 但是 这个鞋底 很吃灰 尤其是 这鞋子 是水晶大底 水晶大底 粘灰 非常厉害 只要 测评场地 是室内游会 篮球场 鞋子只要跑了一会儿 你要是敢不蹭鞋底 那你就可以在球场里溜冰来 我没有骗你 真的有这么夸张 所以 在室内打球的朋友 记得还是时不时的要去擦一下鞋底 右手临时蹭下鞋底的目的是可以带走 蹭掉鞋底上的灰尘 重新激活他的抓力力 这张鞋的抓力 其实还是可以的 耐磨性 我觉得不用讲 你要是敢拿这鞋子打外场 我敬你两个字 土豪 虎铺上一个鞋有馆 这鞋底叫什么 钢本0.01 都这么薄 你还敢去操水迷 唉 我拿这鞋打室内场 鞋头一些这种小圆孔 都已经快被我摸光了 真的是 对这张鞋子非常的失望 主要环节都讲完了 那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次要的一些部分 首先第一 传统的鞋子都应该会有一块中底布的 就是传统中的那块衬布 被隔在鞋垫跟中底之间 这双鞋子直接没有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衬布是鞋面 编织的线 全都编织到那一块布面上了 形成一个鞋的一个造型 然后再去用胶水粘和中底 粘和外底 那么这双鞋子没有衬布 那它整个鞋子是怎么固定在外底上的 我觉得Nike在这点上面做的其实是挺聪明的 鞋面上的鱼线 我们且把TPU线叫做鱼线 它本来也就是鱼线 将鱼线热绒之后 直接融解在鞋底上面 使鞋底跟这几十根 TPU线直接粘合形成一体 同时起到了衬布和鞋底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聪明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鞋底上面 您是看不到任何这种浑色的动态飞线 Nike在这样动态飞线的时候 很明确的说了 动态飞线是从鞋带孔一直到鞋底的 这样的一个增强支撑性的科技 既然没有到鞋底 那它有什么用呢 就这个装饰呗 说白了装鼻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就像大家说的 这都科比最后一代签名鞋了 那我为什么 在整双鞋子上面 找不到签名 外里上面还是有科比的球鞋密码 唯一一个你能找得到签名的地方 也只有在鞋盒上面 这个金色的科比logo了 讲到这么多 大家也看得到这个视频 大部分我是在吐槽 在批评这个鞋子 其实没有错 这双鞋子 个人还是对它比较失望的 毕竟作为科比最后一代签名鞋 做成的是这个样子 真的就是 希望越高 失望越大 虽然说有更新的科技 有很好的缓震 有很好的抓地 但是 整个这双鞋子跟我感觉起来 就是 没有达到一个 精英级别篮球鞋的一个水准 尺码的话 我的科比系列 基本上买的都是 42码 这双克11 我买的也是 42码 感觉是 差不多大小的 所以 应该大家不用太担心 关于穿穿感觉 前掌还是比较宽的 除了鞋子外的这一块 这个小脚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 个脚趾 其他的话还好 鞋镜前面这一块是 空区 顺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不做老鞋的测评 因为 这些已经出了一段时间 鞋子 肯定有很多人 已经写过了测评 那么对于 看过这些测评的人来说 他们脑袋里 已经对这双鞋子 有一个印象了 然后 我再去把我这个视频 给做出来 万一 我有一些跟他的讲法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意见 那么大家的思维就会混淆 就不知道 这双鞋子到底是 他说的对 还是 我说的对 还是 谁说的对 所以大家脑袋 就会有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这样子 也就违背了我们做 这个测评的初衷 所以 为了 让大家有更清晰一点的思路 同学为了省一点经费 所以 一般不会做老鞋的测评 但是 看到挺多的 网友 都想看一下 这双鞋的测评 就是 D-Roll 6 本来这双鞋子的确挺漂亮的 只是想做收藏用 但是 既然大家这么说了 那我就 把这双鞋子 冒陷出来 现身给测评事业 还是欢迎大家在我的 虎谱 优酷 微博等 各大论坛 公众账号 对我的视频 进行评论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哪里有错误 也请欢迎在我 铁的下面搭楼 上帝 感激不尽 好了 这期的事情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